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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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来 掌声有请 刘文豪 郑州GW旺豪酒店 河南风卫厨师长 本周我们就与刘大厨体验不一样的美食之旅吧 今天给我们带来了果味夏天 是吗 对对对 都有什么水果呀 有菠萝 草莓 还有樱桃 听上去就好凉快 是不是 您给我们 我会不能放红יד 但我也不知道 最好就有一点 我的 okay 放手 作词 快点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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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 you know 小姐 有一点您滑 转了这两道菜就有一种 想唱一首歌的感觉哦 新加坡 就是让你感觉到 来到了焦阳似火的夏天 但是感觉还是那么的清爽 惬意对不对 不过这两道菜 只是今天的开胃小 刘大福给我们的大餐 还在后面呢 我们今天之前的观众朋友 您也想要购买到 这么好吃的香脆的山药 您就可以关注 河南卫视老家的味道 官方微信 进入到老家市集 购买我们与洗买网合作的 众多地道美味食材 这俗语怎么说呢 要吃肉肥中瘦 说的是五花对吧 要吃鲜骨头鞭 那说的是 鸡骨肉 排骨 排骨 我跟你说啊 这个猪身上有很多很多 不同的部位 你们得猜在在哪啊 比如说什么大排 肋排 硬排 软排 也可以叫硬肋软肋啊 还有这个脊骨 还有龙骨 还有这个 这个阿长等一系列的 我就不跟你们多说了 您说的还不够多呀 我们概念里 排骨就是那一事儿 排骨嘛 但是我们平时我做菜 如果是用那个小排骨 强醋排骨 一般都买紫排 它就是比较均畅的那种 你瞧瞧 又出了一词吧 紫排 紫排 对 哇 专业专业 炖汤你就得用龙骨嘛 用龙骨 你看又出现一个龙骨 对 那脊骨就是背上的啊 就是背上的 另一排就是你不要拿刺激笔 你不要拿刺激笔 比如说吧 咱们先说说猪背部的这个通脊 北方呢 大部分呢 就叫做脊骨 也叫做腔骨 从咱们这个脊骨的下边呢 咱们就可以看到 护住咱们肺部和内脏的 我们就把它叫做排骨 这个排骨呢 咱们可以呢 大概分成呢 就是排骨分为软排和硬排 还有一个呢 咱们说的唇排呢 大部分都是咱们我们所说的肋排 那么这个唇排一般呢 是从上边数前四根 我们叫做硬肋 因为它的肉质比较肥厚 再往底子呢 相对来说薄一点 所以呢 我们呢 就叫做呢 软排 那我们就请一位长着 肋排的帅哥 肋排比较明显的 我是想说我已经穿戴整齐 准备过去了 我们去学习一下 好 没问题 好 好 我们这边就开始做这个 菠萝肋排 刘老师已经把菠萝 给切成了小块 我们看到刘老师 现在已经提前把这个 排骨在锅里边做好了 但是有一个问题 我想问您一下 就我不知道 您在饭店里边 您平时是怎么把这个 排骨在做之前给脱水的 这种做法呢 就非常简单 然后是先焯水 把里面的血沫逼出来 哪一种我们经常用的东西 来做 比如说洗衣机 洗啥 对 你用洗衣机洗排骨 它要让这个排骨 细胞里边的水分 彻底地出来 给它甩出来 对 就是用我们洗衣机的 那个甩干的功能 把这个排骨放进去 然后把这个水分 给充分地甩出来 对 那你们会不会用完这个洗衣机 甩完排骨之后再洗衣服 对吗 还是专用的吧 没有 它是厨房专用的 这是要打蛋黄是吗 对 只要蛋黄 不要蛋白 刘老师在锅里边做上油 哦 现在是要煎了是吗 对 每一块排骨都裹上生粉 然后再沾上蛋液 放到这个平底锅中 这个要炸到什么程度就算好了 嗯 要炸面 哦 表面已经变成了金黄色 波罗内排 首先将排骨改刀 随后放入锅中烹煮 然后将波罗改刀摆盘 再将取出蛋黄搅拌均匀 并将排骨裹上淀粉和蛋黄 放入锅中炸至金黄碎即可 最后摆盘方可上桌 电视机前的您 想了解美道菜品的做法 赶紧小屏幕下方那尾码 关注老家的味道公众号吧 进入公众号后 点击老家式介面 还能于会购买到 本期节目为您推荐的 精美老家食材哦 一拿起来 闻到那个香味 就那种很浓郁的香味 就感觉很诱人 杨姨 你错了 你以为闻到的香味 就已经是香了吗 但是你没有咬下去 不要说 我刚刚咬了一块 它里面有一点肥 有点瘦的这个部分肥肉 划在嘴巴里面 肉香味超级饱满 赞不赞 好嫩 赞不绝口 真的是要想先骨头边啊 这个骨头边上 那个溜着缝的那点肉 哎呀 别提多香了 味道咸鲜适口 刚刚好 你们在吃完一块以后 加一点菠萝吃着 对 这个解腻 因为不管怎么样油炸东西 它还是会有一点点油渍嘛 对不对 所以你就要吃点菠萝 当菠萝遇上了肋排 就像炸鸡遇上的啤酒一样 轻轻解腻 说到这儿眼前就会呈现一位 英俊潇洒的帅哥的脸庞 其实吧 不瞒你们说 在郑州还真的有一位这样的帅哥 长得又帅又会做擂台 它是一家美式餐厅的大厅 咱们去认识一下它吧 扎克 美国人 在郑州经营一家正宗美食餐厅 做的都是他的家乡菜 他希望把真正的 他从小吃的那些美国传统美食 带到郑州 这些年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到国外去寻找他们的梦想 当然 世界是流动的 有中国人出去 就有外国人进来 扎克已经在郑州生活 最初是因为工作原因来的郑州 最后 因为爱情让她留在了这里 我认识她是第二天在郑州 我在一间酒店 所以她在一间酒店 她在一间酒店 在一间酒店 所以我走到她 她说 为什么在一间酒店 我认识她说英语 她在一间酒店 她说 谁是你 我认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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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上过两次课 也不好好上 因为不训作业 然后我每天发暖线 发了有个半年 每天发一条 这开始特别反 后来就觉得 给予识她 缘分就是这么 刚刚好 她是一位专业英语老师 所以语言在他们之间 不是很严重的 就是特别反 然后后来就觉得 给予识她 缘分就是这么 刚刚好 她是一位专业英语老师 所以语言在他们之间不是很严重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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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料会精确涂抹到肋排的每一个小角落 所谓的果木熏烤肋排 就是用果树的树枝 进行长达六小时的烟熏 把果木清新的味道熏入整条肋排中 温度不能过高 目的并不是把肉快速烤熟 而是熏烤至完全入味 六小时的熏烤过程要严格控制火候 肉排要定时翻面 对于妻子口中耐心很差的扎克来说 这是最大的考验 肋排因为制作时间长 所以都是限量供应 常来的客人都知道 肋排只有每天晚上才有 经常有为了它专门跑来的客人扑空 对于郑州的年轻人来说 他们依旧热爱胡辣汤 烩面和羊肉汤 但他们也同时热爱着披萨 汉堡和寿司 一个社会的进步 也体现在饮食文化上 包容和吸纳也是一种进步 你看我觉得咱们中国人 在这个饮食上就是最包容的 不管是什么八大太西 中西河壁 只要到了我们这儿 只有你想到 没有人家做不出的 怎么样 大家喜欢这个味道吗 喜欢 喜欢就对了 老家的味道里面 每一道菜大伙都很喜欢 本节目由不仅仅给你的常会做的 特别支持 接下来我带领大家做一个游戏怎么样 好 这个游戏呢非常的简单 待会我会拿出来一张板子啊 这个板子上面呢 会有一种外国的料理的名称 它其实对应的是一种中国的食物 看你能不能猜得到 如果猜不到的话呢 我们对大家也是非常好的 这里有一盒糖果 请大家吃糖 好好好 史上最酸的糖果 你想感受一下它的味道 史上最酸 我们的挑战马上开始好吗 木木的第一道题 秘质浓汁肉眼汤汁小麦饼 小麦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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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肯定是那种 对 干饼有汤 那不就是面饼吗 泡膜啊 恭喜你 恭喜你 回答错误 正确答案 灌汤包 没错啊 你再想一想 蜜质浓汁肉眼汤汁小麦饼 肉眼 肉眼 有 有 有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这道题非常简单啊 你想想你经常吃 我还请过你 墨西哥风情小米椒 椒椒精致白玉面 现在灌饼 山东杂粮饼 跟饼没什么关系 你想白玉面那个质感 倒计时倒计时 我这会照音想不起来怎么办 四 热干面 不对 热干面是白玉吗 热干面是黄 黄金面 对啊 想想 两条 恭喜回答正确 哇 哇 可以看看 真的是 老韩准备好了吗 刚才两题 我其实都觉得我跟答案离得挺近的 这题我一定没问题 好 看好你哦 来 哇 稍稍的复杂了一点啊 够长啊 我一定没问题 为什么别人都是一行 我是两行 特制糯米 配日式蜜蜜 八色澳洲相背干果 最后它是干果 最后它是干果 行啥 八宝粽子 八宝粽子 你往那方面想 八宝糯米 来 三二一 到底是什么 三二一 给个答案 答案 他肯定没开 八宝饭 八宝饭 这是最简单的一道题 他刚刚说八宝粥 又差一个个了 还说了粽子 我都说了八宝粽子 你都想不到八宝饭 哎呀 看我这个会不会的 可以 这个简单一些 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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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太简单了 太简单了 那杨姨非一定吃过 我没吃过嘛 对 他们湖南不吃这个 真的 是我们这儿的地道早餐 油饼 当然不是 长把棍 棍 长 我们湖南有油条啊 是下油条吗 油条 答案就是 油 耶 香 小老师的这个 哎呀这个跟刚才那不是 就标配了吗 这太简单了 葛兰 黑椒 牛肉 蜂味 浓汤 曾老师的最爱 这我最爱 北京是豆浆配油条 对 我们这儿呢就是 胡辣汤配油条 现在两位可以开始品尝我们史上最酸的糖果了 来 说实话 年纪大了 牙口不太好 真是把牙酸倒了 剩下的菜就归我们了 就没法工作了 啊 超小型 我又在嘴巴里面就是这个样子的 就这一刻叫什么呢 血脉喷张 哇 啊多么重的礼物 你藏拾我的全部 这是我回首来世路的每一步 老走的好过度 啊多么重的礼物 你藏拾我的全部 只愿你整图群的枷锁 爱的束缚 哎呀你看这个菜也吃完了 游戏也做了 接下来是不是该让我们品尝第二道美食了呢 第二道美食 就用到了刚才我们让大家猜的几种食材 之一 名字也很长 它的名字叫做 精选西班牙 橄榄油炸制 咸味 法棍 简称 油条 刘大厨已经把这个草莓啊 解了一下刀 切成这种小丁状 对吧虾椒酿进去 好了我们把这个油条虾啊已经酿了满满的一盘子 刘大厨这个大概是要几成热的油温是比较合适的 五六成热 五六成热就可以了 好嘞 出锅喽 现在是要炒一个汁淋在上面是吗 加了一点点这个姜末 然后就可以 再把这个炸好的这个油条虾回锅 好嘞 大功高成 上菜喽 草莓油条虾 首先将油条和草莓改刀 再将虾滑填进油条中 然后放入锅中炸至金黄色 再将白糖炒制成糖色 并将炸制好的油条放进锅中翻炒片刻 最后摆盘方可上桌 电视机前的您想了解每道菜品的做法 赶紧扫屏幕下方到维码 关注老家的味道公众号吧 进入公众号后 点击老家市集页面 还能回购买到本期节目 为您推荐的精美老家食材哦 我觉得这个菜样子很精美 但是呢它做法并不是很复杂 就看完之后我觉得都可以在家里尝试 比如说这个油条真的是嘎巴脆 然后里面那个虾肉 因为打进那个虾滑虾浆了嘛 很痰很痰 我觉得吃完整个人就陶醉了 陶醉到这种夏天的味道里边了 首先就觉得夏天很火热 吃到这个油条呢就感觉一股热浪袭来 对不对 而且呢还有那种很甜蜜的味道 里边又有这种虾仁软糯的口感 然后油条又是那种焦香酥脆的 它就是吃出了一种就是 会有甜蜜的小猩猩 但是呢它又是那种有海鲜啊 有主食的那种混搭 没想到这早餐上这么常见的 普普通通的油条 经过刘大厨的手这么一混化 就这么的高大上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短片啊 带您去认识一位太行山下的油条羹 在此前 她家在菜坊山 美丽的家乡 一草一木头 那样清晰 王晓明 小清早餐店的老板 今年四十九岁 家住在太行山下的一个小山村 马蒂沟村 清晨四点 王晓明和妻子王玉清 就开始在早餐店内 筹备着一天的工作 我年轻的时候是一张可摔了 现在老了我 你也要让我出去 我还好叫油条哥 我是大油条 喜欢唱歌的叫油条哥 中国人吃早饭的习惯是于两千多年前的汉代 同样的早餐因地域和文化 在会吃的中原人手里变换出不同的生活节奏和口味 不管汤怎么变化 油条总是必不可少的 每次炸油条 王晓明需要提前一天和面 碱是活面的关键 它能把面中的蛋白质结成致密的网络 锁紧淀粉颗粒 能使面在嘴里产生令人愉悦的弹性 反复摔打直至面团发白发亮 达到色白筋柔的标准 面团揉好后接着醒面 这个步骤需要一下午的时间 在醒面的空隙 王晓明就去练习才艺 为了能登上星光大道的舞台做准备 王晓明十四岁就辍学 依靠旧书摊上一本 怎样学唱歌的书 走上音乐之路 我叫你不累 你不思考 神经病 我也不在意 他们说说呗 我也不在意 我该唱我还唱我 我也不管他那多 为了唱好歌 王晓明天天练习发声 一次次重复同样的歌词 歌唱技巧也在重复中慢慢提高 虽然王晓明非常努力 但梦想距离他似乎还很遥远 对舞台是一种相当绝联 为了生活 他不得已下过煤矿 干过建筑 最后从事早餐店生意 炸油条 不管从事什么行业 他都想做到极致完美 与众不同 为了让油条更加焦香酥脆 天天反复试验和琢磨 终于找到属于自己的厨房秘密 在王晓明和面时有个小细节 就是面中要加入植物油 通过搓擦揉捏 面与油达到完美融合 这是油条焦香酥脆的秘诀 因为植物油的粘性较大 油性好 炸出的油条外表美观有光泽 酥而层次鲜明 经过一夜 醒面时间已经足够 清晨四点 王晓明和七四开始一天的工作 油条采用两条面块上下叠好 中间必须用手压一下 这个微小的动作 是油条能蓬松起来的最大秘密 在妻子的默契配合下 王晓明完成了今天的工作量 金灿灿的油条 等待着食客们的到来 王晓明的油条 因独有的焦香酥脆的口感 吸引了十里八香的群众来此品尝 在前几年 一圆一根的油条 一天的销量能达到三四百根 中间的油条 听完了搞个哼一句 没有听到完之了 唱到完之了也要听听 到完之了 好了 和鞋团的多美好 最好题 焦座是马蒂沟村 位于河南省西北部的太行山区 这里曾经是一个矿场 近年来随着矿场效益的降低 很多开始外出打工 繁华的地方开始变得寂静下来 王小明的早餐店生意也不如从前 一路走来虽然坎坷 但王小明还是通过自己的坚持和努力 最终在2011年 获得全国农民工演唱比赛冠军 他相信自己的早餐店生意 同样一步一个脚印坚持下去 一定能找到出路 走向美好的远方 到八间县有处罚 有处罚 敢问路在何方 如在江湿 真的就像那首歌里面唱到的那样 豆浆离不开油条 让我爱你爱到老 简单的一根油条配上一碗豆浆啊 就是我们的营养早餐 同时也能够吃出老家的味道和爱的味道 哎呀我们吃了这么多美味之后 是不是该江老师出手了呢 江老师今天啊 您也必须得用水果给我们入转 跟您说吧 这个大厨做的这个水果的菜肴太好了 但是我跟你说水果入转 自古就有之 这个洋芋环您都知道啊 一般的喝完了酒之后 在梨园里头就跳舞 跳完舞之后就赶紧记录下来 所以我们就从小学的这个文艺的行业 我们都叫梨园子弟 所以今天我就用杨贵妃做一个菜 那杨贵妃入转 不会吧 你看杨贵妃呀特别喜欢喝酒 对吧 一边喝着酒呢 一边吃着梨 一边吃着梨呢 一边喝着酒 所以这不就水果入转了吗 所以我要用这个酒和水果 给您烧一道 苹果烧 花椒凤士 作为老北京奇人民俗美食家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密共襄第五代传人 江谷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 红苦菜会有哪些神奇的奥运呢 下面就让我们进入到 公平御善大牵密环节 让江谷老师为大家揭开 红苦菜的神秘艳纱吧 第一步咱们先要把这个苹果 您看见没有 咱们先把它的仁去掉 另外一个呢 咱们呢就是呢 要使这鸡翅中 咱们首先呢 先把火呢 点着 咱们把这个呢 油呢放在这个锅里 这要煎吗 对 这个时候呢 咱们把鸡翅呢 放在锅里呢 进行煎炸 这个时候你看没有 在锅里头咱们用这个油煎 基本上呢煎挺实了 有点硬了 别着急 把咱们这个苹果 看见没有啊 放下去 先做点小酥皮来 咱们生抽 如果是一倍的话 料酒也是一倍 一比一 生抽和料酒 大概要这样子煮到什么时候呢 咱们把这个鸡翅呢 一定要啄上色 烧粘稠 这个就好了 酒什么时候放啊 实际上呢 咱们这个酒 随时的都可以放在里边去 但是呢 咱们出锅前呢 为了使这个酒香 还非常非常浓郁 咱们汁收浓厚呢 咱们还可以怎么样 咱们还可以 再拎少许的料酒 或者花椒酒 好 咱们把活该小一点 咱们这个时候就可以 把它满放在盘子当中 火锅了 哇 苹果烧花雕凤翅 首先将苹果改刀切块 随后将鸡翅放入锅中翻炒 然后将苹果放入锅中 并倒入调料调味 冲煮片刻即可 最后摆盘欢可上桌 电视机程的您 想了解每道菜品的做法 赶紧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老家的味道公众号吧 进入公众号后 点击老家市集页面 还能又会购买到本期节目 为您推荐的精美老家食材哦 谢谢大家这个机翅 江老师的光品秘方 苹果机翅 要吃这苹果 我为什么觉得 它不是我认识的苹果了 你知道吗 苹果在我心目中 那是小青心啊 青苹果有青苹果的酸脆 红苹果有红苹果的丰满 可是这个苹果 它竟然像肉一样香 还有酒的味 它是绵软的 这是什么味啊这是 感觉吃上一口这个鸡翅 就要飞起来有没有 不过我觉得你们几个 我刚才仔细看了一下 鸡翅的打开方式都不太对 那要怎样吃啊 来点掌声 第一 鸡翅的打开方式都不太对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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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表哥妈咱们都有 来 家庭看了 父母唱首 母亲的寿辰结束之后 王自文和以往一样 进入了忙碌之中 腊月是黄酒销售的旺季 它必须要赶在年前 酿制足够的黄酒 来保证春节期间的需求 虽然平日里王自文爱说爱笑 但做酒时 他不允许自己有丝毫马虎 现在黄酒市场的竞争愈加激烈 如果想脱颖而出 保证质量是不二的法则 这是父亲多年的教诲 你看走酒走得很 我们也喝 讲个新语 黄酒 这种世界上最古老的酒类 起源于三千多年前的商周时期 而位于中原腹地的南阳 因古石盛产熟米 于是勤劳智慧的农家人 便学会了在农闲时酿造黄酒 来犒劳一年的辛劳 做酒是体力活 也是细之活 不过现在对于王自文来说 这些都已经清澈熟路了 当时两年开始说 在做黄酒的时候 叫我跟着学 我会说 我要整个黄酒去吃饭 经过长达半个月的忙碌 年前需要的黄酒 都已经进入了发酵阶段 等待的时刻 王自文回到老家 他要协助父亲一起 做春节的团圆酒 这是腊月的头等大事 也是自家的传统 正宗的南阳黄酒 是用熟米加酒区 发酵酿制而成 但随着熟米的种植面积减少 王自文和其他的酒厂一样 基本上选择糯米 来酿制黄酒 虽然糯米出酒率高 但父亲依然选择延续传统 选好的熟米 要在温水中浸泡四个小时 然后捞出沥水 上木桶井子蒸 不需任何工具 全凭经验 任何环节 父亲都信守您来 虽然王子文的做酒技术 在当地已是远近文明 但和父亲一起 他也只能做帮手 半酒区绝对是一件体力活 做了一辈子黄酒的父亲 虽然已经八十多岁 但依然有条不紊 动作娴熟 只有将酒区和熟米充分拌匀 才能保证黄酒 腼腆爽口 你要这个虚鸡蛋 不要灭鸡蛋 灭晚上不能给它幼鸡蛋 酒区拌好之后 就要在缸中 挖出一个深深的酒窝 等待酒头的深处 灶台旁的小麦街杆 是熟米黄酒发酵最好的温床 在包裹上厚厚的棉被 熟米黄酒基本上已做成 接下来就是等待时间的发酵 闲暇时刻 王子文陪着老父亲晒晒太阳 难得的闲事 让两人感到足够的惬意 纵然王子文已成为父亲 爷爷 但在老父亲那里 他依然还是一个需要指引的孩子 和以往一样 王子文会帮助老父亲 收拾清理做酒的器具 等一切完成之后 酒厂的黄酒也到了半大区的时刻 王子文将再次忙碌起来 大区是米酒转化为黄酒的法宝 它会让乳白色的酒头 变换为橙色透明的黄酒 这时时间是最好的魔法师 适宜的温度 会让每一个沉睡的活君苏醒 他们开始像精灵一样唱歌跳跃 适时的搅拌 会让大区更充分的发酵 王子文像照看孩子一样 细心观察照料这一缸缸黄酒 黄酒因营养丰富而被誉为液体蛋糕 因其含有21种氨基酸 且酒精含量仅在14%到20%之间 使得它不仅成为日常饮用的佳酿 更是逢年过节 馈赠亲友的佳品 黄酒的加热 灌装 风存 则由妻子和工人来完成 因为接下来 王子文将更加忙碌 作为一个儿子 一个丈夫 一个父亲 他不仅要撑起家 更要将黄酒传承下去 就像老父亲传授给他的一样 以后 王子文将把黄酒的一切交付给儿子 而未来 儿子将传递给孙子 或许 传承 就是这种言传身教的坚守和延续 好的 非常感谢您收看 本期河南卫视老家的味道 也欢迎您关注老家的味道 官方微信 进入老家市集 您可以尽情地选购 我们与喜买网合作的 一些地道的老家食材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咯 拜拜 拜拜